有个专业名词叫物联网技术 它跟我们平时听到的互联网技术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它是互联网技术的一个提升 如果说互联网技术让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话 那么事实上物联网技术让这个村变成了一个人 他有了自己的智慧 我想我们要请出一个专家 带着大家一块来挖掘一下在这当中的奥秘 来掌声欢迎刘海涛先生 欢迎你 你好刘先生 刘先生先来给我们解解蜜 为什么我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家 他好像在这一瞬间就好像是长了眼睛 长了耳朵 能看到听到物理发生的一切 对没错 这到底是什么吗 刚才你说这个叫物联网 这个说的很准确 从产业和用户角度来说 但从技术角度来说 它叫传感网 既然是传感网 那么它一定是连接了很多各种各种传感器 把它组成了一个网组成了一个系统 然后干什么 去感知这个世界 那我明白了 这个技术其实不太高深 也就是买一个更好一点的传感器 装在家里 有钱的就多买几个 买它十个八个 你就全都知道了 这就是传感器的技术吗 这个不准确 又不准确 传感网它的重点是感知 它是以感知为目的的网络系统 那么这个感知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传感器的感知 单一传感器的感知 很早以前就有了 物联网的一个节点或者叫中端 这个节点和中端 实际上本身也带了很多的传感器 像一个人 像一个人 你一个人就是一个传感器的节点 这个节点包括眼睛 鼻子 耳朵 皮肤 它都可以的 那么但是你说 如果这是一个传感器的节点 它还不是传感网 传感网的话 就是很多个人在一起 和组成了一个社会 有组织 有纪律的去完成相关任务的时候 它就是传感网 这个特别像在大学里面 听一堂专业的课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多少 那大家能不能给出 自己的一个分析和判断 你们觉得我们现在提到的 这个物联网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物联网是不是 就是通过一些感应器 把物体和物体连接起来的 这种一种网络系统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社会就变成一个 无所不知的大的网络了 就跟以前的互联网不太一样 到底物联网的技术 会给我们未来的生活 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其实我们特别想请您入座 慢慢跟我们一起来聊 好不好 来 谢谢 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谁提出来 谁发现了这么一个 让我们今天感觉到这么神奇的力量 当这个最早的 其实这个概念的时候 应该是在99年前后的时候 99年前后 从国际上和国内 当时应该同步启动的 同步开始启动的概念 我开始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的 中国宣委代表着 中国的物联网 或者当时的传感网 起步是国际具有同发优势的 就同发优势的 那么经过了十年的艰苦卓越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 一个呢是 我就说 就是说整个标准 标准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 那么咱们国家传感网 国家传感网的标准化工作 就是标准化工作是先于国际起步的 比国际还早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就咱们国家也成为整个国 咱们国际的 叫主导国 整个国际标准的主导国地 主导国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目前 咱们目前整个 国际标准的首届大会 是在上海 在我们所招开 目前整个国际标准的几个 几个四大主导国 中国 美国 韩国 和德国 在这个领域上 一句话来说比较准确 是要同发优势 同等水平 部分人天 据专家预测 十年内 物联网将进入大规模普及阶段 到2035年 我国的物联网终端 将达到数千亿个 构成一个万亿级的高科技市场 物联网将如何影响 我们的生活和生意 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呢 问号即将打开 敬请继续关注